男友为了惩罚我 把患有心脏病的我丢进了恐怖游戏 女鬼掏出自己的器官来吓唬我 我也掏出三个肾 你缺的是这个金肾 还是这个银肾 或是这个铜肾 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慈玉 姜淼太烦人了 要不把他丢进你们公司最新开发的恐怖游戏里吧 石木雪搂着顾慈玉的脖子笑隐隐地看着我 我穿越过来的时候 我名义上的男朋友顾慈玉答应了白月光石木雪的要求 这样他就不会来烦我们了 故事最新开发的这款恐怖游戏 已逼真闻名 不少人进去之后 直接做了几天几夜的噩梦 原本的姜淼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而被吓死 可是现在的我根本不带爬的 结结结 好好好 我马上就去 我的眼睛里燃起了一阵兴奋的光芒 恐怖游戏 不过临走之前 我决定送这一对狗男女一个终生难忘的好礼物 我命令自己多长出了一张嘴 我把那张嘴撕了下来 贴到了石木雪的下巴上 考验你们感情的时候到了哦 结结结 我冲着顾慈玉露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 便闪身进了游戏 对于我这种随时随地能长出器官 又能随时随地掏出器官的外星人来说 惩罚他们是轻而易举 现在先给他们来一点开胃菜吧 恭喜将秒进入游 冠名的恐怖游戏 医院惊魂 顾慈玉这小子不愧是商人 这冠名商长得类 念了足足五分钟 他还把我丢进了一个单人副本里 任务难度还是S级 顾慈玉和石木雪还真的是不做人啊 放眼望去 这医院就像是一个庞然大物 在视觉上就能给人造成巨大的冲击核心理阴影 墙上密密麻麻的都是谢手印 还没走两步我就遇到这个游戏里第一只女鬼 这只女鬼披头散发的 衣服都被掏出了一个大洞 但木却在这个时候炸开了花 这故事集团是真的牛逼 让顾总的女友都来游戏里玩 这个游戏可冲 我放心 不是吧 这个时候都能拿我做广告 顾慈玉这个狗东西 天啊 看起来她好像从来没有玩过恐怖游戏的样子 也不嫌恶心 天杀的 我愿意进去陪她 长得太漂亮了 万一死了顾总得多伤心 我往她的胸口看去 黑洞洞的 驱失了一块 而那只女鬼还在念叨着 无良医生 害我一生 她把自己的内脏都掏了出来 这是心 这是肝 这是肺 血淋淋的 一部分甚至都流到了我的脚上 黏糊糊的 不舒服得很 这只鬼也挺可怜的 自己的器官被无良医生摘除了 她也死了 死后 以鬼魂的形式待在医院里 弹幕一片叹息 就是没有我想要的肾 或许是我的目光太过强烈 她又看向了我 请问 你看到我的肾了吗 我思索片刻 把女鬼的手放在我的肾脏处 结结结 请问美女 你要什么样的肾呢 很显然的 那只女鬼懵了 在她愣住的当口 我掀她衣服掏了掏 不一会儿 三个肾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她的手心里 你缺的是这个金肾 还是这个银肾 或是这个铜肾 女鬼明显愣了一下 接着发出一阵尖锐的报名声 啊 我看着这三颗肾脏 面带微笑地温馨提示她 别好了 你才是鬼 这个时候 弹幕有了三十秒的空白 接着就是一阵惊天动地的尖叫 这只女鬼 吓晕了很多玩家 第一次看到她被吓着的样子 手掏肾脏 将藐视什么大佬 哦 不是 神仙 鬼 谁懂啊 第一次被一个人类给吓着了 女鬼甘大一笑 我 我换之 哦 不 换肾腾 一时之间 忘记自己是一只鬼了 我露出一个非常理解的笑容 像我 第一次得知自己的超能力 是掏器官的时候 也花了很多时间去适应 见到我鼓励的目光 那只女鬼颤颤巍巍地 接过我手里的肾脏 安装在她的身体里 虚语之间 女鬼终于露出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笑容 肾 我终于有肾了 她喜极而泣 在我的安慰之下 女鬼终于陆陆续续地 说出了她的故事 她叫小燕 原本只是一个平凡的大学生 只是因为某个霸总的未婚妻需要肾脏 她被打晕了 醒来的她就只能无辜和被动地躺在手术台上 嗚嗚 那个霸总的未婚妻出现了排斥反应 所以那个霸总 把我的另一个肾也摘了 小燕的眼里含着非常浓烈的恨意 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 还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 就这么孤零零地死在了手术台上 我连家人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我伸出手安慰她 弹幕也理解了小燕之前的所作所为 天啊 这些个霸总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 不敢想象她的父母没有了女儿 该有多痛苦 我记得这则新闻 小燕的父母想为自己的女儿讨公道 却被那个霸总用十万块钱打发了 十万块 是那些霸总们一顿下午茶的钱 可是用来埋葬了小燕的一生 留给她父母的 是无穷无尽的痛苦 小燕的故事讲完了 整只鬼都放松了下来 也没有了刚刚的血腥和戾气 我死后不知道怎么的 就到了这个恐怖游戏里 成了一个专门吓人的NPC 接下来的故事我都懂 缺失的肾脏成为小燕的执念 所以她在这个游戏里 疯狂地询问玩家们有没有肾 那些没有满足小燕愿望的玩家 都被她杀掉了 我看了一下时间 是时候前往下一个地点了 小燕在临别之前 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喊给了我一份医院的地图 呜呜 可爱的小燕再见 我们会自发帮你抵制 这个垃圾霸总的产品的 对对对 我跟你住得近 我可以经常去看望二位老人的 我截图了小燕最美的样子 相信她的父母肯定会很欣慰的 但沐却在这个时候 有了一丝不和谐的声音 第一关能过 说明这小妮子运气好 下面的难度越来越难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吓死了 就能给我们加持沐雪藤地方了 挺好 不是 怎么这个地方 也有那两个脏东西的CP粉啊 要我说 第一关不会是她男朋友放水了吧 我怀着愤恨的心情 拿起了地图 前往下一个地点 接下来 我就到了门诊室 这个房间非常昏暗 电灯泡一闪一闪的 地板和墙壁上 都是血淋淋的 桌子和椅子上 一摸下去 一手的血 墙上用血涂着几个大字 去NM的陪葬文学 面前的男人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穿着一身白大褂 如果忽略他眼里的狠利的话 指不定我这个眼控会直接上去 嗨 老公 但是我克制住了 我打破了沉默 请问有缺少什么器官吗 我眨把眨把眼睛看着他 医生听到动静之后 拿出了一把手术刀对着我 来啊 开始动手术吧 我缓缓地打出了一个问号 开始了我逃他追的艰难日子 我不得不幻化出四只脚 来帮助自己逃离这个房间 小燕也没有说 这个房间的医生是个巅工啊 弹幕也开始刷了起来 被这个医生抓到 他就死定了 要知道 这个手术刀可是真的 一刀下去 江苗可就没命了 我快速地回想起刚刚来的路上 看到的全部信息 霍医生 刀下软恩 有话好好说 我拍了拍手上的血字和灰尘 终于唤起了他的一点点理智 霍医生可伤着了 要涂什么药 追逐暂停 我去拿 不成想 这个一米八的高个子 摊坐在椅子上 哭成了一个胖子 呜呜呜 我 你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这么关心我的人 听到熟悉的霸总语录 我的脚趾开始动工 抠出了一栋三层别墅 等他哭够了 我才把一张干净的湿巾递给了他 我是霸总文理那个倒霉的医生 可是我在的是陪葬文学 霍医生顿时哭得更大声了 这部小说一共一千张 从第一张到第一千张 标题都是 治不好他 你陪葬 看不住他 你陪葬 霍医生必须陪葬 他就是那个倒霉透顶的霍医生 我掏出一把瓜子 怎么回事 嚼嚼嚼说来听听呗 嚼嚼嚼说完再哭也来得及呀 嚼嚼嚼弹幕也飘过一排吃瓜表情 感觉会有大瓜吃 好奇心点满了 话说 哭泣 眼镜 一米八 狠狠地戳中了我的XP 人不能 至少不应该 他是鬼呀 前些日子还用手术刀 嘎了一个玩家 我的目光太过期待 霍医生终于停止了抽气 我原来是一个总裁的私人医生 这一切都要从总裁带回来 一个女孩说起 霍医生本来在那个总裁家里 干得好好的 没有功劳也会有苦劳 可是自从那个女孩出现 她的生活规律一次次地被打破 是不是她半夜三更都要叫醒你 去给她看病 我炯炯有神地看着她 可恶的资本家 没有涨工资就算了 还让你付出了额外的劳动 这个老灯 干它 我感同身瘦了起来 对那个爸总骂骂咧咧的 弹幕也回想起了 曾经被无良老板扑二的日子 想起我在他们家里干了这么多年 我就没有提离职 霍医生仿佛知道我所想 回答道 陷入某些回忆的她 又开始疯狂起来 周边都是非常浓烈的黑雾 可是她千不该万不该 让我把她的心上人的体温 24小时控制在37.1摄氏度 我听到这个要求 完完全全惊呆了 弹幕被一片 刷屏 不是 她有病吧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想法 我把这句话骂了出来 又狠狠地说了一句shit 这一句爸总的口头禅 让霍医生变得更加狂躁了 皮肤上渗出血迹 所以 为什么她的体温超过37.1摄氏度 爸总就要让我陪葬啊 她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中 我走过去挽起她的袖子 没想到 处处都是鞭子的痕迹 是那个爸总干的吗 我小心翼翼地 让自己的皮肤再生 随手给霍医生 做了一个直皮手术 很快的 她的身体已经看不到任何伤痕了 没关系的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我的超能力惊呆了霍医生 她终于露出了我 进入房间后的第一个笑容 谢谢你 姜淼 我终于又活过来了 我发出节节节的笑声 拍了拍霍医生的肩膀 你放心 等我出去之后 那些个霸总 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在我准备离开门诊室的时候 霍医生拦住了我 她哀求道 我还有很多医生朋友 你能帮我看看吗 医生召唤 医院里密密麻麻地 出来的很多医生 他们脸上都充满了怒气 眼睛里都是血泪 可是现在的我 看着他们 心底里只有同情 只因为我不肯把霸总夫人的 宫外运转到宫内 她就害我失去了工作 我这个更离谱 一个月的孩子 总裁让我饱小 我实在做不到啊 我不肯放熊猫的血 给总裁的女人治病 所以 这时 一个矮个子挤到前面来 我这个更离谱 我给霸总送解药送早了 耽误她和女主一见钟情 于是我被开除了 他们七嘴八舌的 在我的面前告状 他们失去了这份工作 因为那些霸总非复极贵 一生命下 就无人再用他们了 我挨个治好了他们的伤 并且承诺 出去之后 肯定会好好地报复这些霸总 我朝弹幕方向看了一眼 那里早就炸开了锅 反对霸总特权 凭什么他们不工作 只恋爱 就有无数的金钱和权利 这种欺负普通人的霸总 就该死啊 真要惹急了我 硬碰硬一个事实 我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抵制霸总们的产品 还是可以的 这些医生为了感谢我 组成了小分队 送我不断的前行 路上偶尔有鬼怪 想要攻击我 但想都别想 一路上 我一边替那些鬼怪们治疗 一边探听他们身上的往事 只能说 那些霸总们都害人不浅 这些鬼怪 经过我的治疗之后 都叫我苗苗姐 去吧 你一定会成功闯关 回到现实世界的 他们依依不舍地跟我告别 我 倒是一点担心 我的意思都没有 结结结 下一个关卡 我来了 我带着愉快的心情 前往了下一个地点 我想着顾思玉 和他百月光 现在的惨状 来到了电梯间 电梯两两相对 晚上的寒意 夹杂着医院的药水位 扑面而来 只有一束绿光照着我的影子 按下我需要的楼层之后 那个电梯门一开一管的 连续开关了好几次 电梯里的灯 也忽闪忽闪的 弹幕都开始慌了 快下去啊 秒秒 要完蛋了 可能是电梯有故障呢 别乱想 虽然但是 这就是恐怖游戏啊 我淡定地等着他 一直开一直关 朝着虚空喊了一句 走不走啊 我赶时间 快来 不知道走楼梯费体力吗 真的是 我说完这句话之后 电梯莫名其妙地开始上升 可是走到一半 他又停顿了下来 电梯的门缓缓打开了 停顿的楼层 一眼望去 一片乌漆漠黑的 隐隐约约的 还有几个人影 在我不耐烦 想按住电梯按键的时候 一颗没有身子的头 缓缓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 我和那颗头大眼瞪小眼 这颗头切得挺整齐啊 不过是个兔子 可惜了 要我给你一只一点头发吗 我开始向这只男鬼 推销我的生发秘籍 男鬼难得一见地沉默了 见他不为所动 我开始科普 我在这个医院的丰功伟绩 谁谁谁秃了 被所有鬼怪嘲笑 移植了我的头发之后 头发一夜之间 长了五十厘米 羡煞旁人 谁谁谁 因为白头在鬼怪中自卑 移植了我的头发之后 成为黑长直 勾搭十八岁男鬼 走上了鬼声巅峰 我的例子越举越多 男鬼的表情 居然有了一丝松动 好 好啊 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 他居然脸红了个透 十分钟之后 我等待他 姗姗来迟的身体 你的身体来得还怪慢的嘞 我跟他唠嗑 他用了好一会儿 才把自己的头 放到了身体上 我这样的人 哦不 鬼 会不会吓到别的鬼啊 每一次我这样 都会吓到别人 你是第一个不怕我的人 我给男鬼直发完毕后 他磕磕绊绊地问我 有情况 这男的八成是谈恋爱了 恋爱中羞涩的男人 就是这样的 都是鬼了 互相之间有什么好怕的 你不懂 在最爱的人面前 要做到最好的模样 我顿时了然 并且向他们展示了 我的独门绝技 分头行动 我甚至还能长出 三头六臂 这一幕彻底 把男鬼惊住了 如果你放心的话 我可以帮你做 一个连接手术 不留疤痕 甚至看不出 你的头断过 我对他露出了 标准的42颗牙齿 经过头发一试 他完完全全相信了我 来吧 手术的时候 我了解了 这只男鬼的全部过往 男鬼的女朋友 出了车祸死亡 在送女朋友 最后一程的时候 他却遇到了电梯故障 头卡在电梯里 而身子在电梯外 我终于可以和我的朋友 长相厮守了 可是我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根本就没有脸去见他 他最喜欢的 就是我干干净净的样子 我将男鬼的脸扶正 并且安慰他说 以后 你就可以以最美好的姿态 去见你的女孩了 电梯门 模模糊糊地照着男鬼 现在的样子 如今的他 褪去了一身的血色 幻化出了一身运动妆 青春靓丽 对了 你的女友 我也帮他连接好了 他朝我露出一个 非常感动的眼神 转身就离去了 电梯也恢复了运行 我顺利到了指定的楼层 弹幕也已经被我的 分头行动惊呆了 奇猛了 地球现在已经都这样了吗 心是好的 但是过程Duck不必 动作优雅地让我害怕 下一个地点是 停时间 我拿着小烟 给的地图 快速通往停时间 所在的楼层 男鬼这次见到我 没有了之前的 字牙咧嘴 反而和他女朋友在一起 给我按了一个电梯 我一个单身狗 见不得这个 赶忙奔走 苗苗姐 这就是停时间了 你自己小心点 男鬼小心翼翼地 把他女朋友 护在身后 对我说 一阵布料摩擦的声音 在这个寂静的空间 被无限地放大 还有各种凌乱的脚步声 我打开门 发现至少有十来只鬼怪 在这里等着我 他们个个面目猙獰 不对 我来这个停时间串过门 我记得 这里的哥哥姐姐 明明都很好的 男鬼的女朋友 突然出声 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与此同时 弹幕也开始了疯狂滚动 我之前进入了这一层 根本没有这么多鬼 为什么突然提高了 这么多难度 双拳难敌四手 将秒必死无疑 虚 我是故事集团的员工 听说 顾总偷偷叫程序员 增加了这个全新游戏的难度 只怕是他活着 走不出这个游戏了 弹幕一行行地闪过 都是对故事公司的咒骂 和对我的担忧 用他们的话来说 对鬼都这么好的人 能够坏到哪里去呢 看得出来 这对情侣的害怕 我让他们赶紧离开这里 这么想我死的人 只有两个 那就是顾紫玉 和他的白月光石木雪 作为这款全新游戏的开发者 他们有能力更改任何设定 谁怕谁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呗 江淼 你是怎么进来的 既然你来到了这里 就别想出去了 江淼 过来 乖乖受死吧 迎面走来两只鬼 看得出来 他们的台词和等级 都发生了变化 顾紫玉 难道就这么想我死 和他的白月光 双速双飞吗 两只鬼前来抓我 每走一步 地上都是稀稀拉拉的血迹 甚至还生出了一双利爪 像老鹰的爪子一样 我 你不要过来呀 说时迟 那时快 我快速地长出了八只手 他们两个四只手 对我八只手 公平得很 我一个噼里啪啦的连环巴掌 快速地打在他们两只鬼的脸上 左手打累了 换右手 右手打累了 还可以长出新的一双手 两只鬼被我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看得出来 两只鬼的卸条快掉了 脸色都从黑色变成白色了 我才放过他们 命令自己的头发长了二十米 快速凝成一股 把他们捆了起来 你 你 你 还有谁 敢来应战 我对着一屋子鬼发号施令 笑死 结果半天没有鬼敢动 你来不来 嗨 bro 你来吗 我一边说 一边向着他们靠近 弹幕开始哈哈大笑 谁懂啊 第一次在恐怖游戏里 看到比鬼还恐怖的 话说 这个蝴蝶结打得真好看啊 想求教程 那两只被捆住的鬼 一脸蒙圈的样子 不过那个顾总是疯了吧 在我等得不耐烦的时候 终于又有两只鬼动了 这次 他们的形态 居然是一具骷髅 走起路来 手臂咯吱咯吱地想 姜淼 速速受死吧 我叹了一口气 说实在的 这两个骷髅头的形象 真的是 丑到我了 我拿起剩余的头发 做了一个非常坚固耐用的鞭子 开始满场 追着他们跑 来来来 刚刚做的鞭子非常的坚固 你们要试试吗 他们虽然会飘 但是无奈 我有八只脚 他们逃 我追 他们插翅难飞 啪 一鞭子下去 一只骷髅鬼 顿时散了架 啪 我又一鞭子下去 另一只骷髅鬼 直接被腰斩了 头甚至在房间里咕噜了一圈 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妈妈我要回家 呜呜 众鬼们都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尖叫 我又一鞭子甩在地上 见起一大堆血迹 还有鬼腰上来跟我打一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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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表示对他们的重视 我甚至一句话问了三遍 得到的 却是那一屋子鬼 整整齐齐地后退了一大步 不了不了 他们哭着说道 等小燕 或医生 和那对鬼情侣 带着一群鬼到达的时候 见到的 说我把他们都捆起来的画面 奇猛了 我是不是走错房间了 掐我一下 小燕差一点把自己的眼珠子 都蹬了出来 几只鬼轮流掐住小燕的胳膊 才让她明显清醒 劝你们别跟淼淼姐做对了 不然这些就是下场 小燕把自己的故事 告诉了那群桀骜不驯的鬼 鬼们 一个个哭丧着脸 我也不想了 可是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让我不得不这么做 骷髅在地上一动 尝试拼好自己 却发现怎么也拼不好 哭出了声 我开始一个个的给他们治疗 早点这样不就好了吗 我重重的拍了骷髅头一下 他们冷静下来我才知道 他们也是霸总小说里 深受其害的NPC 谁懂啊 家人们 我原本只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餐厅小老板 只因为我不同意 霸总他带球袍的女朋友 在这里打工 我的小餐厅就被弄破产了 好家伙 我也是 我劝一个哈佛毕业的女生 不要来我这里洗盘子 她应该有更好 更广阔的天地 她和霸总复合之后 我也嘎了 谁懂 俺是干建筑的 那个金圈太子爷 要装穷骗他女友 要在我这里挂名打工 还要俺给工资 我不同意 所以 这个房间里都是哈哈的笑声 都是你也是 俺也一样的回复 我的表情一阵扭曲 为了这些霸总的爱情 牺牲了太多的普通人了 我答应他们 出去之后 一定给那些霸总们 一个大大的教训 想起我对付他们的手段 他们开始在这里 给那些霸总点蜡 看着黑乎乎的医院 和格格不入的红蜡烛 还有隐隐约约的绿光 恐怖氛围也不是这么搞的呀 欢迎姜淼 加载全新关卡 回一只眼 在我呆愣的时候 我系统强制传送到了 一个全新的场景 这个场景 不像医院那样死气沉沉 阴森恐怖 反而有一点温馨 我反应过来了 这是姜淼和顾子玉 在一起之后 共同的家 房子里被布置得井井有条 虽然小 但是该有的东西都有 从碗筷到杯子 再到拖鞋 都是情侣款 我似乎能看到 以前那个姜淼 对顾子玉的卑微爱恋 石木雪和顾子玉分手后 选择了出国 于是顾子玉向姜淼表白 虽然两个人身份地位悬殊 但是姜淼还是做了 自己能做的一切 顾子玉在那帮狐朋狗友 来嘲笑姜淼的时候 一直非常淡定地在喝酒 这么些年 姜淼一直为顾子玉付出 终于以为自己 打动了顾子玉的时候 顾子玉的白月光回来了 我看着这眼熟的场景 差一点笑出了猪叫 这种把女孩子的爱恋 放到大庭广众之下的行为 真的很没品 我要是原来的姜淼 肯定会觉得非常伤心 姜淼 现在石木雪回来了 你退位吧 一道弹幕带着实际的攻击力 扑面而来 我急忙从侧面躲过 一鞭子甩了上去 你有病啊 为什么顾子玉不给我提分手 是她既要又要 这个傻逼为什么要连累我 我开始对着那道弹幕猛抽 我算是看出来了 只要我越自卑 弹幕的攻击力也就越强 可是我根本没有自卑那玩意儿 弹幕的光运慢慢地消散 我补了一句 她白月光是出国了 不是死了 手伸如玉很难吗 这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 建议嘎掉 弹幕彻底消散 在我想松一口气的时候 另一道弹幕又偏然而至 姜淼 她的兄弟看不起你 你们在一起是没有结果的 我又一鞭子抽了过去 每次顾子玉的兄弟 对姜淼说非常过分的话 他都要难过好一阵子 感受到身体的异样反应 我又好几鞭子抽了过去 一群富二代 天天不想着怎么报效社会 反而围着一群女人 指指点点 没品的东西 顾子玉也是一个没品的东西 你们骂我不就等于骂顾子玉吗 她不反驳 那你们可以骂她咯 骂了她可不许骂我咯 弹幕见到打不过我 也说不过我 只能灰溜溜地跑走 骂了好几个回合之后 弹幕给我发了顾子玉 和石木雪在一起的亲密照片 她以为这样就能刺激到我 笑死 我又抽了好几个巴掌过去 顾子玉你是不是有病 和很多女孩子在一起过 很光荣吗 又不是你炫耀的资本 这么爱炫耀 怎么不把自己的 拿出来炫耀一下 也不给石木雪打个马 我把弹幕当成顾子玉 猛猛地抽 这一切 主要过错都在顾子玉 如果顾子玉 能够坚持自己的内心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啊 姜苗姐YYDS 我为之前刻过顾子玉 和石木雪CP的事情道歉 对啊 都是顾子玉的错 可是她每次都妹妹隐身了 女孩子不应该为 爱上渣男而羞耻 弹幕一边倒 这下就连顾子玉 和她的员工也控制不住了 顾子玉想把我永远困 在这个恐怖游戏的世界 这个医院没有食物和水 只有足够多的恐怖怪物 可是她没有想到 我能够不吃不喝 一直在闯关 她也没想到 那群他们看不起的普通人 能让我再一次 回到现实世界 子玉哥 你看看小雪吗 我刚刚出来的时候 石木雪正拉着顾子玉的手撒娇 如果是之前 顾子玉得高兴地疯掉了 这是她期待了三年 可是现在的顾子玉 一把推开了她 不 木雪 有话好好说 不要过来 顾子玉后退了一大步 我从游戏中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了这样一个 极限拉扯的好戏 虽然石木雪 只是脸上多了一张嘴 可是顾子玉的精神 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啊 哟 两位怎么不恩恩爱爱了 顾子玉见到我从游戏中出来 眼底的震惊 毫不掩饰 声音更是带着一丝丝颤抖 渺渺 你从游戏里 活着出来了 我伸出手 一个巴掌抽在顾子玉的脸上 不一会儿 她的脸肿得老高了 我 我选你 跟你结婚 你快把石木雪给弄走 一旁的石木雪 脸色都变白了 顾子玉 你 美女震惊 美女诗语 她没想到 自己好不容易从国外回来 和顾子玉重逢 她们的爱情 居然是如此的脆弱 她忍不住留下两行青泪 江淼 这个男人我不要了 我知道你神通广大 我要说的是另一件事 江淼进入这个恐怖游戏 并不是一个偶然 这群花心的霸总 为了自己的名声 选择将他们曾经喜欢过的心上人 骗进恐怖游戏里杀死 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 还能装申请 换取更大的名声和公司的利益 顾子玉名下有最大的游戏公司 而其他霸总负责投资和拉人 为了避免麻烦 他们不会在游戏里伤害普通的玩家 其他人只是把它当成一个 很新奇的全息游戏而已 听到这里 我几倍发凉 掐住了顾子玉的脖子 石木雪说的 都是真的吗 看着顾子玉的脸色 胀得通红 脖子上都起了一圈青筋 不够 我加大了力度 是 这个手机里 有他们的聊天记录 石木雪趁着这个机会 把顾子玉的手机找出来给了我 一行行聊天记录 让人感到恶寒不已 谁懂啊 终于摆脱了我 那个小青梅 我可以和地位更高的白富美在一起了 这个游戏发明的可真棒 我在她死后装申请 你猜怎么整 我粉丝多了好几千万 我用顾子玉的手机 把这些人都骗了过来 他们以为顾子玉又出了什么新花样 都嘻嘻哈哈的 来到了顾子玉的办公室 却发现 顾子玉被我捆在墙角 他们都来不及说话 我便第一时间把他们都捆住 各位 我们来聊聊天 如果谁想走的话 我有的是手 说完 我伸出了几只手 每个人抽了几巴掌 段 那群霸总都老实了 一个个吓得像个安蠢 姜淼 你这个魔鬼 顾子玉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我强迫他们签订了一份合同 在这里 有对他们霸总的约束 第一 不许以任何理由伤害普通人 第二 既然你们有比普通人 高出千倍百倍的学习天赋 理所应当要为整个社会做贡献 由普通人考核 第三 如果想分手就要干脆 别吊着 第四 不许和任何普通人争抢资源 第五 那些曾经被你们伤害过的普通人 你们需对他们的家人 进行照顾和补偿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恐怖游戏的运行到此结束 所有权归我 看着他们展现出的极其难看的笑容 和不得不在合同上签字的样子 我发出了节节节的笑声 这些天的游戏直播 已经让不少人反感霸总 霸总们出商品也受到了抵制 他们才知道 平时他们连正眼都不瞧一眼的普通人 团结起来居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临走之前 我一巴掌拍碎了霸总们面前的桌子 围者 下场如此桌 拿到了这个恐怖游戏的代码之后 我对它进行了改造 恐怖诡异的医院 被我改成了温馨舒适的小区 所有人都能在这里 平静而安心地 以另一种形式活着 此后的数十年 我一直在这个世界奔走 外面阳光正好 或许 我找到穿越的意义了 全文完 我一直在这些练乱的地装 我找到穿越了 那这些练乱的地装 我找到穿越的地装